我們要各給什麼樣的資料,按確定 首先的話,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地方的話,它會給需要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的話,叫做TEST TEST就是說你要 你要的字串,也就是說呢,這個字串呢,我們指的是 這個部分的資料,A1 就全部的這個字串,就是我們百價線的字串 然後STAR NUMBER,STAR NUMBER就是你要從第幾個字 那因為我要取的是第一個字,是兆嘛,所以這裡的話,當然如果你打1的話 就會得到是第一個字 如果,那LUMBER CHAR,LUMBER CHAR就是你要取幾個字,CHARS,CHARS就是 你的字緣要取幾個,取幾個字緣,這邊有解說嘛,對不對,你要取幾個字緣 那這邊的話,因為我們要取一個字,那這邊的話就輸入一個字就可以 也就是說呢,這個地方呢,我要在 A1上面呢,取一個字,然後呢 長度是1,OK 那這邊的話,那我們就直接 A1的部分把它鎖起來 F1 F4把它鎖起來 鎖起來之後的話,找到照 那按確定之後呢 按確定之後呢,這邊照就出來 不過你往下填滿,假如我們這裡要先往下 那往下的話會怎麼樣呢 它會出現什麼,全部都照 那所以這裡的話呢,我要怎麼樣讓它可以 幫我們往下填滿之後呢 可以自己增加 自己增加 所以自己增加的話呢,第一個問題就是說呢 我們回到剛剛的這個函數裡面來 這裡的這個數字 你會發現呢 這兩個數字應該都固定了 這個test跟 這個應該是不會有什麼 需要變的 會需要變的是什麼,star number star number 部分的話,那我們用什麼方式來做最簡單 其實在那個,我們函數裡面有一個函數 是取得列的 叫row row row row這個函數的話 就是指的是,你現在第幾列 那因為我現在是第四列 我可以4再減3 就會取得1 就是利用定位的方式來取得 這個地方我可以給它 這個row 這邊的話打上一個 你可以直接打上row 挖壺 之後的話呢 因為row row指的就是說,你現在正在第幾列的意思 他不管幾籃,他只管列 所以呢,現在在第四列 現在位置在第四列,沒錯 然後呢,要減掉3 減3之後的話,就變1嘛,對不對 我看看確定 如果說呢,我row減3之後呢 向下填滿,因為下一列就是5嘛 那5減3變2嘛,所以往下填滿這部分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有沒有,照前孫禮 周五正王,就這樣OK了 但是問題來了 如果今天希望怎麼樣呢 向右 也OK的話 那你想說,向右也要OK的話 這個地方 會變成什麼 你的公式 你的公式就要再做一個改變 什麼樣的改變呢 現在row是OK的,對不對 但是呢,你到 第1 你到第1籃的時候 向下第1 這個 這一籃 OK 1到8 可是呢,你要到什麼 到下一個的話呢 要變第幾呢 要變第幾個字 第9嘛,對不對 因為要 下一個這個 這個就是第9的位置 對不對 第9個字 所以1要加上9 那在下一個的話 這個是應該是吧 1加上16嘛 所以17 也就是8的倍數嘛 對不對 8的倍數 那我們怎麼樣 可以讓他 知道說他的 倍數要怎麼去 去再乘上 比如說我這個後面如果下一個應該要怎麼樣 再增加8的倍數 那這裡的話